這個月初阿兵哥就是穿著這一件超人服啦 我稍微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阿兵哥穿著這件超人服 勇闖林志堅的造勢場合 最後真的是把林志堅給攻下來了 及其阿兵哥來繼續爆料的鄉親 你們可以來買一下這件衣服500日 可以到桃園阿兵哥的FB來訂閱 所以現在我們抄完林志堅 接下來要抄鄭硬棚啦 一個抄襲的走調換一個挺抄襲的 是換湯不換藥啦 這樣有什麼意思有什麼議題啦 阿兵現在每天早上 我現在是從內力開始 我在內力的各個不同的街頭 我們在那邊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在揮手 那我們再往下來談 假新聞寫手周景雯 如今貴為自由時報的總編輯 你出來面對你出來講 台大國發所有要求 博士班的學生要有一年全職就讀 周景雯你有沒有其中一年你是辭掉 自由時報的副總編輯或總編輯的職位 全職來就讀 台大如果沒有你是不是違規 請你出來面對請你出來說清楚 明天游志斌還要繼續寫一篇文章 我繼續投你中國時報 看中國時報有沒有這個gas能夠擋住你自由時報的騷擾 能夠擋住你自由時報的壓迫 明天在阿兵哥會繼續來寫文章 來問你周景雯你有沒有合乎國發所的規定 你如果沒有你的博士論文要不要被追回 你的博士論文我們不用去檢驗你 因為你碩士等級的論文可以直接把它搞成博士 這是你厲害這是有人給你護航 這是你用最少的時間拿到最大的利益 這是你厲害這是你厲害但是你 周景雯你出來講清楚 博士班要當全職學生一年 你有沒有做到 大概在8月3號阿兵哥在新黨游志斌開的記者會裡面就表明說 陳明通用一份數據讓九個學生拿到畢業的碩士論文 這九個人裡面啊 這個學生的人力社會地位都很高喔 其中一個林秉儀還是主播啊 而且這個林秉儀的文章啊 被多人抄襲當然沒有往前再追啦 因為如果往前再追有可能林秉儀是不是也是抄襲別人的呢 包含康仁俊 康仁俊在2019年7月 也就是三年前他畢業的時候有多處抄襲 林秉儀媒體人康仁俊你的抄襲證據 歷歷在目就在我這裡啊 如果你覺得我冤枉你請先跟我聯繫 那林秉儀是何許人也啊 林秉儀是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崇彥的太太 也是陳明通的學生 圍繞在小英身邊的 都是陳明通的學生 所以為什麼陳明通不會下台 就是縱容你的門生你的子弟 官官相互利用資源 剽竊國家 剽竊社會 來自台南的林俊憲委員 你表面上啊非常有正義感 而且緊緊的跟隨著賴神 結果 國發所的老師來爆料了喔 所以林進憲幾乎不來上課 而且之後也是直升 林進憲是一年級必修課 都沒來啦 因而引起全班的公分 可是林進憲沒有來修課 沒關係喔 他的成績 既然名列前茅 你國發所這些教授 到底是陳明通指使你的 還是你故意給林進憲放水 因為有了周景文的直播經驗 其他的政治人物政客 也想要利用這一條 中南捷徑 然後選舉的時候就 不要臉的掛上 叉叉博士 你這不是秀西人 我們在桃園 一定要支持 曾博士 立法院的新衛棋 大家不要放過陳明通 陳明通的這個防線 我們應該知道 他旁邊有周景文 有他的170位 勞勞掌握 台灣政經資源的一批學生 如果突破 陳明通的防線 就靠 我們台灣人的良低啦 我們台灣人的地位 我們台灣人的嫁達 我們反超智 我是游志斌 謝謝大家 誰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